所以记得最重要就是有三个标签一定要知道 就是Table 那这个Table的话呢我前面讲过 它这个Table是在这个网站 所以Ctrl F 然后呢我找一下 找的方式就是你在这边加一个小于符号 Table 这个标签 在这个网站 这个网页里面有七个 那我们目前的表格在哪一个呢 你会发现在第五个出现了 有没有上下可以找一下 第五个嘛 那你说老师可是很多其实看起来不像表格 为什么它也是表格 因为Table这个标签 除了可以拿来放资料之外 很多其实就拿来排版 有没有 所以早期Table就是拿来做排版用的 所以它不见得一定只是放资料 但是有些新的网站 现在可能会改用别的 像DIV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网站很喜欢用DIV OK也是排版用 所以我知道是第五个啦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把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 把它扒下来 那当然除了用那个Creditable之外 其实之后啦 我是建议你们就这两招应该就蛮够用的 一个Creditable不行 然后你可以用第二招 第二招的话呢 就是IE物件 那所谓的IE物件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那个云端上面这边有一个范本 就这一段 我分两段 第十页这边 那这一段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先下载TR 为什么先下载TR呢 因为我假设一下子就直接到TD 你们可能会不太了解 所以我分两阶段 第一个就是说呢 那我大概解释一下这一段程式 所以你们先从E开始 把这个E这一段先Ctrl-C好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Ctrl-V先贴过来好了 目前当然因为很多同学可能程式不在行 不过没关系 你至少会Ctrl-C、Ctrl-V 看得懂会修改 其实就应该就蛮厉害的了 之后如果可以 当然自己可以写出来是最好 自己写不出来 我觉得现在有AI啦 其实也可以用AI帮你写哪里改也可以啦 你说老师 以后总不可能 我们这课程结束之后 有些地方不会写怎么办 没关系你可以问AI AI会给你范本 你再拿范本 所以我说你至少要看得懂那个程式 然后要知道改哪里 其实就已经够了啦 说真的啦 因为我认识很多资深工程师 不是每天也都用AI嘛 产生之后改一改而已 大概就这样啊 你说有比较厉害吗 我是觉得他比较有经验 他比较知道市场的一个需求 如果你也可以培养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们也不至于会太差啦 OK 好那接下来我再讲一下这一段程式 到底重点 第一个这个应该看得懂吧 Sales指的是所有的储存格 这个Sales指的是点左上角这一下 那Clear等于是Delete啦 所以其实是把所有的资料删掉 那为了说我要去抓那个网页资料的话 那我就用CreateObject 所以CreateObject在VBA里面很好用 也就是说呢 这个白话意思有点像外挂 有没有 本来eSales本来是不能上网的 但是如果你要上网那怎么办 你可以找一个你这个其他的软体 那当然第一个想到用IE比较简 那你说为什么不用Chrome 因为Chrome是Google的嘛 那IE的话是同公司 那还是用自己加的最简单 那名称的话叫InternetSport 这固定的喔 电application 但是常被问到的同学会说 老师那现在都已经改叫Edge了 不叫做这个IE了嘛 那跟各位讲我试了一下 发现其实它Edge只是换个壳而已 但是它名称还是InternetSport 所以没有影响 那之后会不会改 我觉得有可能改啦 那之后顶多是把那个InternetSport 改成叫什么 改成叫什么Edge 或者之类啦 反正你查一下 反正网路上一定会有人 提供这个名称的讯息 或者是你可以用那个ChargeBT 反正一定会有 这个你不用担心 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提供的 然后呢 就把它挂上来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IE 前面这个Sat是固定的 以后Sat的后面都叫物件 那这个物件呢 实际上就是可以来操作一些动作 它大概有两个部分啦 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事情的动作 有点像动词 比如说你要上网 所以后面有一个叫Navigate 这个叫动作 动作什么动作呢 就是连到那个网站嘛 OK 就是Navigate OK 另外的话还有第二个 就是可以取得里面的资料 像Innertest 有没有 Innertest就是里面的资料 那动作的部分的话呢 一般在物件 有个专有名词嘛 这个叫方法 方法就一个动作 那Innertest就叫属性 属性的话 就是里面的资料 大概知道一下 好 那我们就是先连到那个网站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就是直接把网站名称贴上 所以我把大乐透的那个 那个乐透云的网站贴过来 然后呢 接下来这边有一个application.wait OK 那这个wait的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说让城市停个三秒钟 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停三秒 因为你网页要low下来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时间 他不会说一下子马上网页看到 所以这个时间有的时候 之前还有同学 因为那个网页太大了 所以可能你改个5也可以 时间让它low久一点 不然会发生bug 那再来的话 我们利用IE本身的一个属性 应该可以 Document直接叫子物件 这个Document指的就是 在IE软件里面所储存的HTML 所以这个Document 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刚刚看到的这个东西 它就帮你把这个东西丢到IE.Document里面 所以我们等于是利用这一招 就可以取得这边的东西 不是这边的东西 其实如果左边的东西就简单了 你就直接 当然如果你右边的东西 你就要想它的规则是标签 那要怎么用什么标签 可以解析 特别注意 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其实等于是几个单字 应该是等于是好几个单字所构成 叫GET GET 取得 Elements 指的就是标签的整体 头跟尾整个叫Element By Tag Tag就标签名称 TagName 所以其实是GET Elements By TagName 所以是一串 四个单字 应该知道意思吧 就取得Elements 记得是标签的头跟标签尾 包含中间所有东西 就是一个Elements By TagName TagName叫什么呢 叫Table 所以Table就是我们把标签名称 抓回来 抓第几个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有个刮胡四 老师你不是第五个吗 怎么会是四呢 因为索引值是从零开始 所以第一个的话就是零 第二个的话就是一 意思在一推 五的话大概都减一就对了 那取得这个表格之后的话 这个我就先 一样再丢给一个物件 叫Table 这个Table自己取得 意思说我就这个表格 所以你会发现 有点像洋葱 先整个表格 然后再往下 所以我们就取得这个表格了 放在这里 接下来就是在取什么 再去根据这个表格里面 再一样 getElementsByTagName 那底下下一层就TR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我一样增加一个 变数物件的变数名称 叫TRS 复数 那因为这里面有几列呢 我不确定 底下Ctrl向下 总共有31列 所以得到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会有31列 那31列的话呢 你不可能说一个一个慢慢去输出 所以要写31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要写个回圈 for i 等于零到TRS 点lex指的是总共有几个 所以点lex 这个得到的话 应该会是31 那你说老师为什么要减一 因为它从零开始 有没有 所以是零到30 所以这个有时候从零开始有点麻烦 你常常通过也会转不过来 一定要记得 是零到30 刚好就是尾数就是把它减一了 好那接下来重头戏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 把资料一个一个放到储存格里面去 比如说我这边先清空好了 关键的 最重要就是底下这个 这个叫sell 有没有 储存格 那因为一列 我现在只有一列一列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储存格叫sell 哪一列呢 你就递i列 不过i不对 老师 老师 i从零开始 这边没有零列 只有第一列 所以记得要加1 因为如果加1的话 它会出现说 它放不进去 它找不到第零列这个东西 所以它从第一列帮你放 逗点之后的话 哪一栏 那我用a栏好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一列一列 那里面的东西的话 你直接跟它讲说 我要把这个trs 里面第几个 第i个 第i个指的是第i列的意思 所以它有零 零的话取得 第零列 里面的资料有个属性 可能要记一下 叫inner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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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这个列里面的资料 所以你会取得inner test 假设这个 inner test 这个指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些资料 标签里面 所以它会出现什么日期 大乐托中奖号码等等 OK 那这样就写完了 那把它run一下好了 执行一下 不过目前是 以列为单位 不是以 那个储存格 所以你会发现 有抓下来 可是问题 你说老师不对 它怎么是 一列放一个储存格 一列放一个储存格 对 因为我们还没分TD 所以你为什么 我刚刚有提到 那个TD主要就是说 下一个阶段 那你说老师 那我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 让这些资料 个别放在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储存格 有啦 可是下一步就是变成 你要再去根据 这个TRS 再去get它element Bytechnic就是TD 一层一层的往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程式 这段程式 我也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十页的地方